特朗普放弃改善与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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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美式的巨俄方衬 美军为了拖延俄战机的出动 减少旭军得到的空中支援 已经派遣了大量的特战人员潜伏到了旭西北地区 除了教授这些叛军如何与旭俄打游击战之外 更是手把手教叛军如何通过无人机 对蓄境内的俄军机必发起恐袭 正是由于美军的持续渗透 并不断地为叛军提供无人机及其名部件 导致俄军在的短短三周的时间内 是遭倒数 十架次的无人机袭击 单单被俄军击落的就高达五十余架 而为了根治这种无人机游击战 俄军打算对发射无人机的阵地进行猛烈的打击 结束这无休无止的无人机攻势 据俄专家表示 采取行动之前 俄方担心会武昌再续西北的土军 因此前将此计划告知了土方 同时要求土方注意保密 在八月中旬某天 八架苏到二十四 苏二十五战机 在四架苏到三十五的掩护下 对续西北无人机发射阵地 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直接将其彻底炸毁 任务完成之后 十二架战机顺利返航 之后对战机拍摄的照片进行分析 叛军的无人机基地 以及彻底被摧毁 而且还有意外惊喜 在轰炸中有大批美军特战人员被炸死 由于是深夜 一点防备都没有 导致了全军覆灭的下场 对此美军也只能装龙作哑 当作没这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